子曰 五时有五 而自于学 三时而立 四时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阿尔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不于拒 人到五时 人生过半 周年即将离我远去 老年正在向我招手手来 天命之年回首往事 酸甜苦辣 得失臣服 都应该画碧阶白发 得上皱纹 岁月飘散如烟 富裕如茶 在水里下降 在烟里上升 到了五十岁 就不要再去取悦水了 以前总想势必公亲 想世事周全 然而却不尽人意 如今明白 人的精力有限 人的能力有限 做自己能做的事 管自己能管的事 看开 看淡 放手 放下 亮丽而行 以前总是心无旁骛 金钱至上 然而徒劳一场 如今明白 生命带来 死不带去 此伤富贵一场空 到头来平平淡淡才是真 以前总是灯红酒绿 拔展烟欢 然而宴席散尽 知己不在 如今明白 君子之交 淡若水 朋友跪在 清盖如故 相助相知 若有闲时 约一亚知己 泛舟湖上 共赏一触景 共品一壶茶 以前总是只尊金鸣 阴歌厌舞 然而年华虚度 良人辜负 如今明白 子子之手 与子偕老 绝望其眉 共生华发 才是人生一大信使 以前总是奋力打拼 智风沐雨 然而年华飞逝 时光不在 如今明白 身体是本钱 兴趣是动力 往后脏实有度 从拾年轻时的兴趣爱好 跑跑步 钓钓鱼 养养花 早睡早起 合力饮食 生命只有一次 不可枉费 不可虚度 年过半百 不要再去取悦水了 遵从内心 繁华看淡 朴素为真